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是九级难度的五国货币 这些拼块的形状比较特别 这一块是人民币的标志 这块是美金 欧元 英镑 橙色的这个我没见过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五块全部放进这个框里 九级难度我就计时半个 感觉放进去四块这个盘子就快满了 这一块差的有点多 我们再来 这次不在盘子里拼了 在桌面上试试 这两块可以搭配在一起 上面这个空间把它让出来 调整一下这两块的位置 啊还是只能放下四块 这也太难了 还剩下不到五分钟 我感觉我可能要失败了 哎 有新的发现 我们看这两块搭配在一起 它们的长度刚好把盘子顶死 这一定不是巧合 我们继续 还有最后一块美金 好的 全部搞定 时间还不到半个小时 这款拼图的设计非常有意思 难度也挺高的 解开它的关键 是我发现了这个突破口 其实每一款拼图 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只要我们认真观察思考 就可以找到